我们家的祖风让人就给扒了 给家乡销售苹果 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攀苹果 结果没想到销售了四年吧 其中一年的话年纪不是特别好 三年还不错 大概都超过了销售额超过一个亿吧 一个亿人民币 造成的问题什么问题了 等我突然回去了 发现我们家的祖风让人就给扒了 建成了这个苹果的简 受到这个待遇的还有刘强东 当年一锦还乡 发了六百万红包 美国性侵案发生后 老家大门却被乡亲们破油漆 八十年代香港梁宇森先生 因武侠小说弥漫天下 家乡官员多次邀请他回乡看看 他没去留下一句话 所谓的家乡就是忘恩负义之乡 事态炎凉人情冷暖 屈原富士 看人下菜碟 穷家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这或许是这片土地文化里根深蒂固 所结的果实之一 如今的刘强东 失去了整个京东 远走美国也快被挖祖坟了